這段影片要介紹 新買的 Apple Watch 如何和 iPhone 配對使用 首先先向 Apple Watch 開機 Apple Watch 的電源鍵 是機身側面這顆長條型的 只要按住就能開機 和 iPhone 一樣 會顯示 白蘋果在開機 Apple Watch 目前只支援 iOS 8.2 以上系統的 iPhone 不支援 iPad Touch 和 iPad iPhone 在升級到 iOS 8.2 以上系統後 主畫面就會出現一個 Apple Watch APP 然後在跟 Apple Watch 連接前 先開啟 iPhone 的藍牙功能 Apple Watch 在開機後 首先是選擇語言 台灣 選擇翻體中文 確認 接著在 iPhone 上 開啟 Apple Watch APP 開始配對 點擊 iPhone 螢幕上的開始配對 只要用鏡頭 對準 Apple Watch 即可 配對 這樣就配對成功了 設定為新的 Apple Watch 首先選擇你要帶 Apple Watch 在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同意使用條款 輸入你的 Apple ID 密碼 輸入你的 Apple ID 密碼 如果你有設定雙步驟驗證的話 就要多這個驗證的步驟 選擇 啟用定位服務 使用 Siri 整段可以選擇傳送或不傳送 選擇是否加入密碼 就是為 Apple Watch 加入密碼 這裡選擇不加入 選擇你要安裝的 APP 就是目前在 iPhone 上有支援 Apple Watch 的 APP 都可以選擇安裝在 Apple Watch 上 這裡選擇上或選擇 Apple Watch 就會開始同步資料 使用你的 Apple ID 和電話號碼 在 Apple Watch 上 用 iMessage 傳訊息 點著好 第一次同步資料需要花多一點時間 第一次同步資料需要花多一點時間 當 Apple Watch 出現 主畫面 iPhone 顯示 已就緒表示已經同步完成 點擊好 就能開始 正式使用 Apple Watch 就能開始正式使用 Apple Watch 然後再加快按這次 看到別的大工程 來看 這邊嘗試一下 開眼睛